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带来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老干爹对战NIP的比赛 这是双方B.O.O.O. 3的第三场决胜局 那么老干爹其实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可惜的 原本应该是能赢的一场比赛 但是打的感觉有点问题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BP 老干爹这场比赛继续是老陈加拉希克 NIP则是抢了神牛加冰女 继续搬掉死问 还是放给你拉希克 然后搬掉了拉比克 沙王这两个英雄 老干爹这场比赛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 仍然是一手抢了老陈 搬掉的是谜团 黑贤 还有蝙蝠 比较针对三三这个点 针对了要是三三的这个黑贤 但是这场比赛NIP也没着急给三三抢英雄 冰女跟神牛这两个英雄的话 不着急 NIP这边选择是在最后有第四手选择搬掉的是优鬼 搬优鬼的话 就是说仍然给自己保留了一个拿这个火枪的可能性 因为这场比赛最后一手还是NIP去选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老干爹这场比赛可能需要防一下对方的火枪 这场比赛黑贤搬掉了的话 老干爹这场比赛倒是可以考虑去接着拿美杜莎了 上一场比赛如果不是因为黑贤的这个富士强造出来的美杜莎确实有点逆天 老干爹其实上一场比赛也不会输那么惨 因为其实上一场比赛 这个NIP整体的阵容没有谁去跟黑贤的拉墙能够形成有效的一个配合的 就是拉墙出来以后 这个富士强做出来的美杜莎的一个幻象实在是有点太厉害了 而且老干爹自己本身又没有别人去打的 没有这些人去打这个幻象 只有美杜莎自己去打 可是美杜莎每次站在富士强里的时候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往外走 因为富士强这个东西现在属于是你要站在里面就会持续的被减速 也是很讨厌的一个效果 看看在第五手老干爹搬掉了米波以后 NIP准备去搬谁啊 这样比赛没有黑贤的话 打这个美杜莎完全靠一个火枪还是有点吃力 而且有可能老干爹在最后一手会搬掉这个火枪 这样比赛实际上NIP还可以考虑再去拿一个钢杯兽 因为他们自己这个阵容现在拿钢杯兽挺好的 钢杯加上一个神牛加上一个冰女 神牛的游走可以在钢杯这一路呢找到一些机会 而且可以考虑就是把冰女也找机会拉上去 配合一钢杯兽还是可以打出一些效果来的 选择是在第四第五手搬掉了一个小拿家 果然是第三手掏了一个钢杯出来 你也看到对方拿钢杯几方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英雄的话 这样比赛上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小鱼这个英雄 只不过这样比赛NIP其实已经是在防你小鱼这一手了 他在拿钢杯之前已经开始在防小鱼这一手了 因为神牛加上冰女这两个英雄都是拥有大量的非指向性技能 冰女的Noah还有大招都是非指向性 而且伤害很高 神牛就不用说了 所有的技能全是非指向性的 而且都带控还都带AOE伤害 老格内这边选择先拿了一个海民出来 4号给海民 5号给老陈先拿出来 拉希克这场比赛的话 就是还是应该交给没必去打 应该不会再给M1了 看看M1在 看看这个NIP在第四手的选人 NIP在第四手的选人 目前是345都拿出来了 还差两个大哥呗 火枪可以留在最后一手给这帮去搬 然后在这一手的话火猫被对方给搬掉了 发大的火猫被搬掉了的话 打拉希克中单拿个 其实TA现在还在 但是TA这个英雄来打拉希克可以打 可以打 但是TA跟钢杯兽不是特别的大 钢杯兽没爆发 他的伤害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他没有爆发 所以不是很适合去搭钢杯 IP备用时间不多 拿的是谁 拿着干嘛 玩玩玩 玩玩 IP 迷了 迷了 蚂蚁这个英雄我跟你讲 这蚂蚁这个英雄拿出来就是赢了 也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 除非拖到大后期 特别大后期 要么就是前期超快接入比赛 要么就拖到大后期 超大后期也有用 那里边选择拿了一个虚空 虚空 这个英雄应该是交给M1去用 M1的虚空 然后拉希克应该是交给 拉希克还是交给M1B去用吧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差点应该是一个查理斯的英雄 配虚空的话目前他们的输出只有拉希克一个点的话好像是不太够 但是三号位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去补这个远程输出的 如果是三号位虚空假面 一号位拉希克的话 倒是可以补一手黑鸟 可以补一手黑鸟或者是补一手 算了反正配虚空只要是个远程就行 咱们打都可以 10秒钟 10秒钟 5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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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帮助 0秒钟 8秒钟 5秒钟 7秒钟 9秒钟 7秒钟 7秒钟 身野太有熟 这个最后一手的班人老干爹琢磨了好久啊 他们这个这时候现在倒不太用担心火枪的问题了 因为对面一号位应该是打蚂蚁 三号位钢背 然后插一手中单 发达的中单你把火猫搬掉了以后还剩下的就是丽娜 你要需要防一定要防发达的英雄池的话 因为TA是对方自己给搬了 那么你要防的就是丽娜 对方搬掉TA这个英雄的话 TA之前经常拿出来克制的英雄 包括卡尔 包括还有很多的进展中单 话说这场比赛我怎么有种NIP要拿冲单龙旗的感觉 感觉拿个龙旗打不动了呀 看看老干爹最后一手补什么吧 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NIP拿个龙旗 这个龙旗发育的稍微好一点打不动啊 看看老干爹最后一手的男人 他这种男人现在在琢磨 因为他要是补三号位的话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远程三号位能够配虚空输出的 没有几乎就 拿出来的是个腐王 三号位腐王加虚空 老陈家海民 这个阵容 一号位三号位四号位都是近战 然后配的是个虚空的一号位 五号位老陈没输出 就是虚空罩住了全靠一个拉西克 IP里边中单放个龙旗 真的可以放一个龙旗 说实话 你看果然拿龙旗了 这场比赛真的中单拿个龙旗 是打不动了 这个阵容 只要龙旗跟刚被发育正常 那中期我就这俩人带着兵女跟神妞跟你打架就完了 蚂蚁去刷 蚂蚁根本中期不需要参团的 蚂蚁就出去刷去 到处带剑去刷钱推打 刷钱推打 刷钱推打 然后我龙旗跟刚被两个人 你打呗 对吧 你照住了 你怎么打 你告诉你怎么打 虚空的输出 你打龙旗士 龙旗士真的跟挠痒痒一样 然后刚被兽这边也是 你要是只能打猪脸 可是打猪脸的话 你还得确保 在照住他的时候 你的这个猪脸要朝着自己的队友 如果没朝着自己的队友的话 队友还得绕过你这个大招去 这个你绕不出去 将比赛是查理斯的拳王 查理斯的拳王加上 Mayby的拉希克 然后AME的虚空 输出不够 严重的输出不够 辅王虽然说是有点克制刚被兽 但是配虚空的话 你这个输出打不出来 发到这边 中单龙骑士加刚被 然后A4的蚂蚁 A4的蚂蚁章比赛 就是中期贯彻一个推 就是推 带线 推 四一分带 推 推死你 因为他是可以四一分带的 我的龙骑士加上钢被兽 加上这个兵女神尼欧 我的输出是够的 就是我能够对你的点目标 形成一个击杀 但是你的输出 四个人是不太容易凑够的 就是老干爹的这个阵容 这场比赛 如果他想说四个人 去凑出来一个阵容 能够一定去吻杀对方某一个人的话 就只能是把老陈给刨了 不带老陈 然后剩下这哥四个 但是你不能来的是 你不来的是五号位 对方不来的是一号位 一号位人带线 美滋滋 这场比赛前期的一个分路 如果是海明家人 府王两个人 海明家拳王两个人 这个拳王真的是 不是这个设计 这个这个府王到底是谁设计的 我就服了气了 什么鬼啊 这设计的 这是个 不是你说这个府王他他对右 他是他是他是个什么性别 你说他是个 你说你这套东西设计的 他是个什么性别 性别都区分不出来了 好吧 看下这块赚一下 一级伤的是转 那抢服吗 这里神球抢服应该是抢不到的 神球抢服抢不到 这里还给你一个板 恶心你一下 想封路封住他 没成功 差了一点点 看下老陈的座技 老陈的一个座技 不是跟说过了吗 奥银部落 奥娇的奥 然后银 就是银色的银 这边查理斯已经被点的自己不认识自己了 已经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 这块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蚂蚁这个英雄前期用的时候 这里Ame Ame一级生的是个被 大哥 你这个打刚被咬 你一级生被动 是什么情况 不是 王这块过来断兵了 双元盾过来断兵 拉野了 一波小野加上一波兵 这个断清起来还是很开心的呀 这个清起来真的很开心 这波狐王赚了 能升到二级 蚂蚁现在二级 可以考虑加一个 这个时候蚂蚁在犹豫 它是加一个连击 加连击的话呢 强化的是耗陷 但是加重拳的话 是有机会能杀的 它应该是在留点 观察一下 看看一会儿的机会 中单的龙骑打TS的话 不会吃什么亏 魂界待会儿一出 双狐二 然后魂界一出 这个TS打不动了 这个龙骑士 这样比赛 查理斯的这个拳王 到目前为止还行 看看三三的钢盃 这里也是囤了好多的兵 两波兵以后呢 靠这个芒果 诶 诶 诶 这个再不走 你要死了呀 赶紧TP 赶紧TP 诶 这个神牛过来了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就死了 这样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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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三三加神牛两个人带走 FI这个地方 哦呦 这个 两个人反应都很快 不过相比之下 FI的这个手速比PBD 要稍微快一点点 然后这个地方刚被受到 打完这一波以后 选择是送塔 把钱给到了对方到城身上 但是没有经验 而且没有范围金钱奖励 这样 富王目前的发育还是可以的 双元盾已经没有补给了 蚂蚁这边应该加联机了 我估计 蚂蚁这边加联机了 因为发现没有什么 击杀对方的机会 有一个联机的话 可以保证自己在 不塔偷的时候 更加稳健一些 这样比赛 他没有选择过来 去抓这个富王 其实有蚂蚁在的情况下 是可以过来抓这个富王的 诶 这边蚂蚁选择 过来找FI 这里给上一个板 FI这里加的是 一技能冰墙 还有三技能 摔角行家 没有雪球 没办法拖时间 上路AME中夜只有跳了 跳了的话会好很多 至少不会被对方的 这个钢背 把血量打得太残 再给一个架的话 就可以跳了 还不跳吗 叠了四层不跳吗 再重一下再跳吗 好像不是很赚 好像这样不是很赚 钢背兽这波是死了 应该是 应该是死了 因为他没有加后背 他没有加后背 他选择的是两级的真早射 加上一级的年抽比叶 其实就是三三的 钢背兽的加点方式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咱们这个效果好不好的 我觉得可能根据局势有变化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 因为太脆 这个钢背兽本身 前期这么加点的话太脆了 侵略性很强 但是很容易死 这样的话其实是背离了 钢背兽这英雄的初衷的 反正这块后座 并且给上一个洞 这里再给上你一个板 再拍个地板 再给你一下 查理斯这个位置被打得很残 不过身上有一个回6 身上有个回6 这里兵女再给上一个兵 还剩一个远程兵 这个时候蚂蚁因为没来 蚂蚁要来了的话 这波这个斧王是有机会能杀的 其实 蚂蚁现在已经4级了 4级蚂蚁有蝗虫 他就有机会能杀 这里拉一个野怪上来 这里被吼住 看看能转几下 给一个冰墙给上来以后 A4这里赶紧跑 A4上比赛 蚂蚁是一个前期护甲很低的英雄 所以他在补塔刀的时候很烦 他是一个远程英雄 又没有近战英雄的圆盾 所以他这个补打 补这个塔刀 在被对方断兵的时候 自己的血量会消耗的非常严重 这里缩地补一波 nice 这里再补到一个 漂亮 这里垫一下 来不及了打第二下 攻速还是比较捉急 这波浮王吓唬你一下 被冰一下 然后被打打了好几下啊 这波浮王有点亏这个血线 不过他的先锋盾已经快出了 现在有草鞋 有圆盾 有回6 那么不用担心补给的问题 上路的补刀方面 现在刚兵兽是23刀 虚空是29-9 中路的补刀呢 龙骑31-3 TS是26-5 看看下路 这波PPT 冰一下 应该是死了 查理斯这个位置 直接选择TP 很机智啊 非常nice fi这个地方呢 被蚂蚁追两下 也杀不了 因为正好是5分钟了 5分钟的话呢 是有圣坛可以吃 这波神服 目前是查理斯控了一个 然后神牛控了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没吃掉的 应该是有一个神服被A了 有一个神服应该是被A掉的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是被谁A掉的 哦 中路这里封路封住了 龙骑士 这个有一级的神龙白尾 给上 然后再一轮合击 兵女上来 给上一个兵风尽致 就会发达拿到这个人头 这样人倒出来了 4比3 暂时是NIP领先着一个人头 但是经济方面是 老干爹更舒服一点 虚空的上路日子过得还可以 虽然说前期因为一级加的时间锁定 倒是自己被雷光杀了一回 但是到现在为止的 这个补刀还可以 现在龙骑在中路 已经是双护二在手了 双护二在手 但是这样比赛 他没有做魂戒 没有做魂戒 这个龙骑士 没有做魂戒的话 这个龙骑的刷钱 会稍微差一点 看这块这个 富王 海民这一波过来 PPT 这个位置应该是 没了 应该是没了 跑不掉了 这个位置 但是神牛 加上蚂蚁两个人 能不能去留住查理斯呢 这里神就给人一个板 查理斯这跑不掉了 再被给人一个缩地 这样呢 变成了PPT和查理斯的一波 一分一 这个富王这波稍微有点亏 从经济上来看 现在虚空 蚂蚁 龙骑士 三个人是基本上 算是并列第一 龙骑稍微少一点点 TS呢 和富王两个人 是排在第四第五 然后钢被猪 目前是排在第六 这样比赛三三的钢被 不太好 日子过的 主要还是因为 他这个钢毛后背 我觉得加太少了 钢被少 这个英雄前期 如果想要去实践 那个五人 对吧 残血 钢被五人碾 对吧 死在地都同一点 这个是需要有 比较高等级的钢毛后背 去作为支撑的 其实钢被兽 这个英雄跟蚂蚁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前期特别好杀 一级二级 都是特别好杀 包括蚂蚁也是 你别看他这个 缩地这个技能 是一个非常非常神 好用的一个逃生技能 但是这个技能 在前期因为CD太长 他用一次以后 第二次且用不出来 然后又脆 这里神球 这个板的位置 给的不是太好 这样的话要撤 能撤的掉吗 没事 看看这里虚空 直接给大 只有TS能给伤害 只有TS能给伤害 这比如说在打龙骑士 你看你打个龙骑 你说他累 你说他有多累 你说他为了杀这个龙骑士 又杀了多长时间 看蚂蚁过来以后 这个时间不是太好 神牛这块没有大 神牛现在只有四级 这里被TS一个四连大地 没中那就可惜了 你看他为了杀这个龙骑 来了多少人 给了多少技能 虚空的大给了 拉西克烧到自己 几乎没有蓝 然后把所有的控制技能 全都交到这个龙骑士身上 才勉强把对方龙骑给杀了 还差点被对方的这个蚂蚁 过来粉收割 张比赛老跟爹这个阵容 就是这个问题 就待会等到了 过了兑现期以后 对方的龙骑士 加上这个神牛有跳刀 然后龙骑士这边 做出来自己的第一个核心装 甭管他做的是什么 不管他做的是什么 马也就可以去带线了 不管你了 就直接去带线了 中路一塔被龙骑士拿掉 现在团队的经济呢 还是差距非常的小 刚没受的经济 现在跟虎王差不多两个人 刚被兽这个英雄 他跟虎王的刷牙 这里定住 开始给输出 这里一口火 再差两下 还差两下 还行 这波跳进去了 跳进去对方 这波不能再追了 再追进塔 再追进塔的话 这个位置 三个人的位置很差 这波三个人的位置很差 看看TS 这个输出的是谁 撤了 神牛这里一个板 打中三个人 但是自己也只能赶紧先逃跑 身上有绿鞋 并没有被打断 这个位置 看看直接是TP吗 应该是 看 看没看到这只鸡 我不知道 他应该是想在这杀鸡 我估计 提前拍个地板 拍个地板等着杀鸡 这边有眼 这边有眼 拍个地板杀鸡吗 没来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三三 这个现在身上是没拦了 没拦了 BME捶脸了 BME捶脸了 这里留了个后背 给对面 府王 这个位置 看看被 哎 定府王啊 你怎么 定府王 定府王打不死 这块 府王这个位置 看蚂蚁赶过来了 蚂蚁赶过来 给减甲吗 并没有给 队友都冲着跟不上去 等会儿自己下一个缩地 过来看一下对方人的位置 这里看到老陈和TS了 老陈TS 喊您全都看到 白天 看看这波神福 下落的神福 暂时没有人抢 A4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尴尬 但A4 开了一个大招 把自己的状态回满了 这波开始缩地 哎 虚空大招 这波大住三个 而且TS在外面 先带走你A4以后 看看这个龙骑士 哎 这拉西克 拉西克 拉西克这个位置还好 对方没有人敢上来给输出 33一直没有去找拉西克 去打 33这里选择一张 TB开6 女女呢 是被击杀掉 这样啊 人都出来了9比5 老陈姐打出来了一波 4比0的小高潮 把这个 比分拉开了一点 这波其实比较僵硬的就是NIP在战术的分配上面出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的蚂蚁是没用的 这个时候蚂蚁参团 主动参团 没有什么软件 蚂蚁这个时候只能去打收割 绝对不能第一时间进团 第一时间进团 他肯定要被对方虚空大装表 王现在身上的装备是先锋盾 然后再准备补这个跳刀 这样比赛看看 龙骑士在双护二以后准备补这个跳刀 还是要起节奏 不想去 强刚这个 没有想过去强刚正面 还是想要去用一个跳刀带节奏 但是他带节奏的话 你就需要去用 需要蚂蚁要参团了 蚂蚁不参团的话来不及 就是你的输出不够 在这个阶段 这里定住一个火王打不动 光靠这个 这两个人打不动 蚂蚁在过来以后开始给出出 海明定一下 一个拳头轮起来 这个大招能开出来吗 大招能开出来吗 A4这边没有开 选择吃了一个魔伴 吃了一个魔伴的话 把这个王的大招给嗅掉了 王那边大招整空了 看看这蚂蚁 被锁了一个CD 开大溜一波 开大回去以后 自己的血量也是有点猪疾 这被爬打死了 肯定是缩地 一只原地TP 直接开溜 为虚空跳进来以后呢 没有找到蚂蚁 但是这儿有一个3-3 中场吹起来 落地 撕裂大地 给上 开大 开始打出屁股 后蹲肩 直接打掉 那么这波是变成了一个 钢杯兽的一换二 最终结果这波一换二 人多数来到7比11 你看TS交给这个MV去用 整个比赛的节奏就舒服了很多了 就比你让这个AME去用 要舒服的多 风骑士 现在跳刀还差100块 然后蚂蚁这边选择出的装备是直奔大勋章 虚空这边选择是开大单杀了一波PPT的冰女 也行吧 风脸虚空前几个大招的话 用来去单杀对方酱油 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稍等我们家的猫都在外边 瞎叫唤了 上路这种杀钢杯的 过有这个打猪脸打得真爽 钢杯这边被提升攻击定住了以后 一直在被AME抽猪脸 这不是三三被打死以后 这个钢杯兽的经济还是跟防差不多 大家知道我们家这个猫在外面一直在叫他 在龙骑第一架装备选择出跳刀 加上双褂褂加甲腿的话 他的这个硬度不够 硬度不够 这场比赛需要去 哎 狂猴住 TS开始给输出 直接打猪脸 nice 这边定住了以后 根本来不及去转头 直接被狂斩死 漂亮 看他上路 这种虚空跳过来 锁C列 留的是神牛 神牛这里手里有大 但是没有机会用 直接被打出来一个被动 一个提升攻击打晕以后 直接把这个神牛秒了 而且蚂蚁在旁边没什么卵用 蚂蚁这个英雄选出来真的白给 真心是白给 冰女又是白给 然后蚂蚁你看这蚂蚁能干嘛 你说这蚂蚁能干啥 出了个大勋章 有啥用 你说这东西它有啥用 这场比赛NIP的这个战术思路 整体打得不好 说实话整体战术思路 真的打得不好 这个想着让蚂蚁 在游戏的中期去有作用 但是他真的没作用 这个英雄 这场比赛1号VS的蚂蚁 选择出一帐 出一帐这场比赛就白给了 基本上就等于 等于跟交枪认输差不多 他的A帐的效果就是 能够去保护一下被虚空大主的人 他自己不被大主 然后被虚空保护一下被虚空大主的人 那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去打1号V蚂蚁 打4号V蚂蚁就行了 打一个4号V蚂蚁 这就足够用了 4号V蚂蚁别的不干 就是前期用这个缩地加上连接 保一下人 然后中期稍微给点时间 这里蚂蚁被合作 第1次开始给出出 斩死 直接斩死 没斩死 没斩死 被定住了一下 这神妞救人了 神妞这里大招 直接定了一个虎王 但是这个虎王打不动 脸色里把猪推起来 落地 四雷拉地 开始打猪脸 龙龙骑给让狗火 三三 亮一个后背给你 开始往后疯狂的跑 看看这波 一个拳头有没有 没打出来 没打出来 那这样我i-Fi没了 i-Fi这个地方 噢 虚空这个大招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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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海边还是被打死了 但是Ace的这个蚂蚁 也是被虚空直接定住 你看看虎王一个斩 直接斩掉一个神牛 这里又打出一个提神攻击 两连击 直接打掉对方的一个钢匕兽 这里再吹起来 一攻击事 落地定住 一顿和街 这攻击事直接带走 Nice 这样小可已经变态杀戮了 那么这样比赛打到这个份上 哦 闫米还在决 打一个提神攻击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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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过来 一下 漂亮 一个提神攻击打转以后 直接是把i-Fi打了一波 五人团灭 那么老干爹 这波雪转 你看蚂蚁有啥用 蚂蚁这个灵魂选出来 就相当于是告诉对方 GG 我认输 好吧 投降 打不过 这套比赛送你们了 这选蚂蚁这种英雄就是白给 AIM一张比赛的 虚空到现在为止 脸也是相当好 几次都是 上来一下就把对方 在最需要的时刻 直接打晕 然后直接锤爆 虚空现在大招 还差40秒钟的时间 身上现在是封链雷锤 然后准备去补一个BKB 那时候开始疯狂的 这没有奶 我跟你讲 这选出来一个 选出来一个打蚁 这就已经告诉对面认输了 虚空这波被盯住 虚空被打死了 海明这个位置 看看蚂蚁能不能拿个人头 也没拿到 还是33拿了一个 龙七拿了一个 蚂蚁这边 现在距离自己的A帐 还差很远 还差3000块 这边选择过来是打盾了 虚空这边没有买活 海明也没有买活 老陈那边把自己的这些宝宝送进来 送进来后 服王过来 一个跳后 刃甲 nice 但是容器定了他一下 冰女要大 冰女这个大招有点要命 蚂蚁这里在缩地 找一下 还在找这个查理斯 一打不动啊 这个查理斯有点 风上吹起来 TS落地给上一个技能 但是TS这边只能往后撤 看看容器来往上追 跳楼cd赚好了 定小可 定小可 这边有板吗 板住 小可这个地方没有封住 这个路没有封住 可以出来 可以出来 这个是海明给了一个冰墙 直接反身把这个路 封上了 A次的蚂蚁过来 是追死了对方的一个老陈 过来打盾 这个时候再打盾就打不了了 因为虚空活了 而且虚空手里边有大 你这个时候再打盾就白给了 这波龙骑在中落 被风上吹起来 定住 海明一个拳都打起来 你又不是钢被兽 你留个屁股有啥用 那龙骑士是 还给对方一波 还给对方一波钱 你这还用担心奶 不用担心 这MAYB的TS 你不用担心 对面白给的一个蚂蚁 出的还是个依仗 然后中单大哥是个龙骑士 三号位是个钢被兽 这俩英雄没有一个有爆发的 这还担心 这还担心买死不存在的 IP这个阵容 没有无射谋免控 然后没有无射谋免的 靠谱的无射谋免输出 就全是物理攻击 就是钢被兽钢毛 这个物理是无射谋免 他还是慢慢抵 你爆发秒不掉对方大哥 你这个阵容就不可能赢的 蚂蚁大哥这边在吹一仗 他们将比赛翻盘的点就一个 就是龙骑能刷成无解肥 龙骑六神 六神装龙骑翻盘 这有可能其他人都摆给 关键是龙骑这个阵容 他现在的节奏已经出来了 他的节奏起来以后 IP刷钱的空间会被压缩的很小 然后这哥仨都要钱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哥仨互穷 你知道吧 你看现在的局面就是哥仨互穷 钢被兽现在也要钱 他没钱站不住 龙骑也要钱 龙骑没钱也站不住 蚂蚁要钱 蚂蚁没钱打不了钱 打不了价 然后现在蚂蚁为了能够尽量的减少 自己对于装备的需求 已经开始去做这个一仗了 他的一仗出来了以后 不管是保这个龙骑 还是保这个钢被兽 都是能保护一下 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输出不够 你看打个打个这个 虎王打这个虎王 虎王这儿出个开个刃甲 这边一落地 虎空一个大招 定个龙骑士 先把你蚂蚁弄死 哎蚂蚁就不开出大招来了 哎这让蚂蚁开出大招来了 稍微有点小尴尬 但是虎空这边输出有点略凶 这里原地定一下 虎王一个吼 拳刀吼住 先带走你的龙骑士 龙骑士维隆最后 这个神牛再给上一个板 海里斯还在往前留人 老这时候Nova带着自己的一堆宝宝 过来以后 先往一下这个神牛 看看海民这里打的是三三 Ai蜜才不管你是猪脸 还是猪屁股 不管是猪头 还是猪口吞肩 虎王带一个吼 直接带走你的钢背 这时候再往前追 飞鞋过来以后的小可 被神牛给了上一个板 是林里边 一个冰枪看到了 跳进来以后 锁上CD以后 这里被冰了一下 波分提不大 海民上来以后 还是Ai蜜拿到零头 另外一侧 老陈加上TS两个人 仍然是把这个 跳刀走的神牛给抓住了 这样子只剩下一个蚂蚁 在中路带线 你说这种 你说这种局 他怎么输 对吧 你说这种局怎么输 他输出不够的 他拿一个蚂蚁 你这蚂蚁要换成 都别说换一个别的 你换个小狗 这样比赛节奏就不一样了 你换个小狗 正面这场 刚才那波 那副王就挠死了 挠死了以后 哪还有那么多 后边那么多复杂的剧情 你就拿个蚂蚁 这英雄屁用都没有 你都算出到A杖 也没有用 你出到A杖 无非就是说 你拿到A杖以后 我这边 你能救一次人 但是你能救一次人 你能打得死人吗 关键是 打不死人啊 看看这个A杖蚂蚁第一波 A杖蚂蚁的第一波 但是这边 也已经打完了 肉压拿到了盾 这边 狗狗在被集火 狗狗在被集火 刚才在追着这个狗狗 这些海民直接 从高地上救一下 直接从高地上救下来 把这个狗狗 这边还是杀不死人 没有爆发 杀不死人 那是要吹一下 买野落地 直接给上一套技能 能秒吗 好像 来又差了一点点啊 还是 这边狗狗 刃甲跳红 吼住以后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nice 直接炸死 神牛这个地方 也过来送一下 冰女是在树林后面 摇了一个大招 但是效果很一般 对方把对方逼退 救了一下这个 这也能被发现 他有技能吗 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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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没有技能了 甜丝这个技能 要是能给上的话 这波这个神牛也可以杀 我跟你这波又是 击杀掉了 对方刚刚出了 一掌的一个蚂蚁 Dyer's bottom tower is being chipped away Radient's top tower has fallen 现在巨亚凯明 身上是有相位 加上一个大骨灰 准备出跳刀 皇这里跳刀 刃甲吼 吼住一个冰女 一个斩 直接斩死 上路这里虚弓 发现一条神牛 打招直接定住 开封脸 锤爆你 这龙骑士是跑过来想要晕 结果没有成功 但是A帐的蚂蚁 把这个神牛给救下来了 第一条命 救下来以后 蚂蚁这里再接着秀 AME还在往前追 这个时候你在往前追 是不是有点 哎呀 这个AME上头了呀 还好 神牛这个地方没有技能 神牛这没给技能 如果这个神牛再给上一个板的话 AME这不是被杀了 觉得有点恶心吗 等于这个盾就白交了 你蚂蚁一张就这点作用 能救一个被虚空打住的人 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是 真心是打不死对面的人 下一个装 你看这蚂蚁还要再做团队装 下一个做莲花 大勋章 加上一张 加莲花 然后再做个林肯 这里过来 想要秒这个虚空 爆发够吧 神牛过来了 神牛过来的话就够了 看看虚空的BKB 还在CD当中 黑地板留住 然后这里上来是锁了一个CD 这个锁CD这个动作很亮啊 但是被龙骑还是给晕住了 开始BKB晕住以后 这边动不了 将到AME被对方 把两条命全部打掉 15000的经济领先优势 我们现在还是有着 这波主要是虚空离自己的 大部队太远了 队友支援不过来 而且自己的BKB 刚才正好是CD了 这波应该说NIP的执行力 还是很强 虚空不在 你们这是来要干嘛 不是 虚空不在 你们要干嘛 这里小狗吃一吃雪精 把雪精吃起来 雪量回满 还行 杀掉了A4 杀掉了A4 我这边三战的钢皮赵 也被带走了 我去这个正面 已经碾压到这个份上了 这福王这边跳跑了 这大哥的屁股 真是 MAYB的屁股真是诱惑力强啊 骗了一波对方的人以后 福王过来以后 直接一个跳跑 正假 直接吼住 把对方带走 大哥的屁股还入本 这样下路高低高破 下路高低高破 感谢大佬的微信打赏的一百大羊 非常感谢 摸摸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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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看这块冰女 冰女 过来想守一下 神牛这一个版本到三个人 但是没什么卵用 TSR接着拆 中路高低高破 这大哥的屁股还是白 主要是刚才这个 这波其实也让 大家能看得出来 就是雪晶石这个东西 真的雪晶石这个东西 这个回血是真的厉害 两秒之内 可以让把你最大摩把 值的30% 转化成你的这个蓝量 但是他这个耗蓝很高 耗蓝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东西 这边虚空现在快要做出 快要做出这个蝴蝶了 蝴蝶加雷锤 加上蜂脸 加BKB 这虚空已经挡不住了 现在就这个局势 换我上都赢了好吧 就老干爹这个阵容 随便换一个人让我上的 我都都能赢 就已经稳到这个份上了 哪怕让我现在上 用这个阿希克都赢了 因为我只要站在后面 看戏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我 这个时候已经真的是 因为我换任何一个上 我只要看戏拍手叫好 打666就行了 正面团现在已经稳的不要不要的了 这边龙奇现在是跳刀BKB 然后再准备去出一个引刀 这场比赛应该说 NIP是输在了整个战术的一个安排上面 他们的战术安排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期 如果他们不是像这场比赛中期送的这么崩的话 就是让这个蚂蚁踏得实实去刷钱 然后四个人剩下爆条去打 打C分代 C分代的同时呢 让这个龙骑士不用着急 为了去做跳刀这个道具 就是这场比赛 你有一个很远距离的神牛的版 作为先手就可以了 甚至你可以不用先手 你就是拿龙骑的屁股当先手都行了 第一波你看虚空去开大 杀第一波龙骑士的时候 他交了多少技能 为了杀一个龙骑士 其实当时那个情况 这个第一个大招是交到了兵女身上 然后自己直接被虚空定住 打死一个 打死第二个 然后再朝着猪来了 朝着猪来了 这海绵滚过来定住 兵女选择的买活 这波刚被猪直接被抡死 然后把猪攻击了三天 在双方第三场比赛当中是战胜的IP 保住了一个晋级到圣者组的名额 晋级到圣者组 这样的话VG和老门爹都是晋级到了圣者组 然后RNG那边 RNG那边是不是也晋到圣者组呀 我看一下啊 RNG那边也是晋级到了圣者组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比赛的一个淘汰赛的 抱歉打错了 淘汰赛的这个对战还有明天的直播的场次 现在就出来了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秘密是去对战这个VP 明天的下午4点钟 6月24号 6月24号的下午4点钟 第一场比赛是秘密对战VP 第二场比赛是液体对战老干爹 是在晚上的7点 液体对战老干爹 然后第三场比赛是Fanantic对战 Forward Gaming 第四场比赛是EG对战OG 这个两个都是BOE 后边两个是BOE 然后是秘密VP的胜者 去打这个液体和老干爹的胜者 应该说这个明天的比赛的质量 还是相当的高 但是明天的场次也是真的多 如果都拉满的话 明天要打11场比赛 还是挺可怕的 最后一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咱们6月24号的下午4点见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